很多朋友都说我们家的碗 都一个西一个的 一下这种颜色 一下这种颜色 因为已经就是吃饭的碗 吃饭了好多批的 好多都打碎了 然后现在我下决心 买了一套就是一样的碗筷 这样子吃饭来都有味道 不过说好的碗 它可以多吃两碗筷 是吧 我现在又把之前的那些碗收起来 就是除了一些后面天资的 其实家里大部分的碗筷 都是爸爸结婚的时候 就是吃饭的 不能扔掉 扔掉就可惜了 我一个箱子装起来 然后等到过年的时候 家里吃饭的能够多的时候 还是可以拿出来用的 是吧 对啊 波哥 啊 看看 家里的好酒都窗飞了 哈哈哈哈 麻烦了 这什么酒啊 老爸现在又不能喝酒了 要不你喝吧 你记着老爸 那你就浪费了 好在以后我改喝白酒 啤酒不喝了 吃鸡太重了是吧 我看这是什么酒啊 感觉好高档的样子 还不够开是吧 我们家为妈还这么多高档酒 哦还这样开的 真的好高档哦 好今天晚上我就喝它 厨房的碗是最多的 看他们有大碗 这种大碗都是我们这边就是做酒席 就喜欢用这种大碗去装装菜 是最老式的碗了 其实很多地方已经不用这种碗了 什么的 你们这边这个碗上面还有质 对就是因为是这样子的 就碗底 嗯 以前就是我们整个村子很穷的时候 比如说就是谁家要办红白喜事的话 借碗 对就把你的碗全部借到市场去 然后用完了以后全部还回来 然后你肯定上面写字嘛 然后你不写字的话 呃万一就是 弄错了那不就麻烦了 以前的冷水虫的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不是 现在调整好了 从里面自办了自己的碗筷 也不用说借碗了 就没有做回事了 给你们看看我新买的碗 是不是 土里土气 看看这包装 都是我在网上买的 哎呀一个一个都单独包了 我先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小碗买了五个 刚好五个了 然后这个我刚才合对了一下 应该是发出尺寸了 有点小 还有几款好像还没有发过来 就先倒了这么多 这种就是汤碗 感觉这个碗吃面的话 会不会是有点重新小面的感觉 这个吃面有感觉 然后勺子我也买了 然后这种碟子 这个是装那个未碟的 我也买了大小碗 各种尺寸都买 但是因为我没有买过碗筷 所以我买的 怎么说呢 就是买的比较随意 反正好看 能用就行 这种颜色比较适合我们农村吧 如果那种白花花 明堂堂的那种颜色 就感觉不太适合我们家的这种风格 这个桌子是吧 好朋友 收起来哟 以后就用新的盘子了 吃饭都可以多吃两碗肉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个碗 我想用这个碗吃面 洗一下 收起来 好好好 我来洗 好